8月25日 芒果王牌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三季 以下简称皮歌三终于迎来首播 一年一度内于综艺大赏 全人喜剧人 屏幕内外笑点与泪点齐飞 芒果再一次没有辜负观众的期待 32位哥哥集结在一起 无场敬演 双重试炼 进而争夺第三代家族席位 出舞台不再是各自为战 而是分为十个小组 两两捉队厮杀 最后诞生五个优胜小组 和网季节目一样 皮歌三出舞台上线后 几乎承包整个文娱热搜 明场面一个接着一个上演 苏小丁在线高企胜摇头 蔡国庆的菜式 Mojito越听越上头 0713男团合体梦回快乐男生 张栋梁出舞台的旁白是王心灵 赵丽颖 谢霆锋 为关志斌摇旗呐喊 苏友鹏为林志颖送祝福 绝代双交两位男主角 再次梦幻联动 皮歌三出舞台 大型回忆杀一波接着一波 三寸天堂 归去来 花香你快回来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等经典欧斯来袭 唱的是每个人的青春回忆 除了回忆杀 搞笑也自然少不了 一公舞台分组选曲环节 就上演了一出好戏 0713男团的四位好兄弟 本来要一起并肩作战的 结果蔡国庆强拆0713男团 生生把王月鑫挤了出去 两分钟的选人内容笑点密集 没有一秒是浪费的 每个人的表情耐人寻味 有人煽风点火 有人暗度陈仓 有人生无可恋 紧张激烈地比拼过后 五个小组取得了PK的胜利 节目组又开始玩新花样 P哥2中顺利成团的信 成为返场嘉宾 他一人挑战五个获胜的小组 最后拿下了887票的好成绩 也成功获得节目的入场券 随着初舞台的落幕 32位哥哥的人气排名 也随之出炉 总的来看 这个初舞台人气排名 几家欢喜几家愁 有的哥哥实至名归 有的哥哥明显难服众 观众对于五位MVP的评价 褒贬不一 两位舞者的排名 严重被低估 而四位哥哥明明有滤镜加持 但最后反而输给了情怀 五位MVP褒贬不一 P哥三出舞台 五个获胜的小组中 人气排名第一的五位哥哥 自动成为出舞台的MVP 这五人分别是林志颖 王耀庆 陈楚生 马伯谦 但可 林志颖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03票 在所有的哥哥中 人气断层第一 作为32位哥哥中称能念的人物 林志颖出场自带光环 芒果也确实给了他足够多的尊重 所到之处 皆是镜头重点照顾的对象 林志颖能够拿下这个第一名 并不完全靠舞台实力 偶像滤镜和咖位都有很大的加持 看得出来 林志颖也是节目组重点压宝的对象 最终的C位已经向他招手 王耀庆获得174票 但32位哥哥中人气排名第三 这个成绩显然和舞台实力不成正比 王耀庆的出舞台很搞笑 很有个人特色 但是唱功明显存在短板 不过他的定位更像是节目里的粘合剂 重要性不言而喻 能够拿下MVP也在意料之中 陈楚生拿到161票 人气排名第四 这个成绩明显低于大众的预期 从出舞台的表现来看 0713男团各个实力能打 出舞台满满的回忆杀 陈楚生展现了自己超强的畅商 一开口就让人入坑 他的表现值得更好排名 0713集体参赛是一把双刃剑 团魂和团队凝聚力都有了 但是投票的过程就容易分流 这也导致了四个人的整体排名都不是太高 张远排名第十 余浩明排名第十二 王岳新排名第十四 都明显低于大众的预期 马博谦人气排名第五 这个结果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无论是咖位影响力还是现场表现 这个成绩都很难扶重 同组的博远明显更全面 出舞台经验度更高 但依旧输给了马博谦 也错失了MVP资格 说唱组整体表现比较突出 但是他们的受众圈还是要小一些 人气最高的蛋壳只拿到了100票 在32位哥哥中排名第十一 成绩和表现同样不相匹配 胡彦斌虽然没有成为MVP 但是获得了183票的好成绩 人气排名第二 甚至高于很多的MVP选手 胡彦斌的咖位 唱功和领导能力都比较拔尖 不出意外的话 他也将是本季节目C位的有力争夺者 两位舞者明显被低估 P哥和浪姐系列节目中 舞者一直都是比较特别的存在 他们不仅让舞台变得更出彩 也通过节目打开知名度 刘嘉 李响 朱洁静 谢欣等人都是受益者 P哥三同样邀请了两位实力突出的舞者 一个是何展成 一个是马晓龙 两人都曾参加过这 就是街舞节目 从出舞台的表现来看 两位舞者确实实力过硬 整个舞台表演非常震撼 两种不同风格的舞台内容呈现 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听体验 很可惜的是 两位舞者最终输掉了比赛 人气排名也非常不理想 何展成排名第21 马晓龙排名第28 他们都输给了人气 对比刘嘉 李响等人 两位舞者实力严重被低估 他们值得更好的排名 希望节目组能够看到他们的才华 同样被低估的 还有胡斌 关志斌 罗杰夫等哥哥 明明出舞台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但是人气排名并不理想 他们咖位不大 人气不高 观众需要通过舞台 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他们 四位哥哥输给了情怀 和前两季节目一样 P哥三出舞台依旧走的是情怀路线 各种偶像剧男主 大爆影视剧Oast轮番轰炸 但是王心灵和苏友鹏的成功 并没有被复制 观众看多了 也就会变得更麻木 徐良 蓝正龙 郑佳颖 徐少阳等哥哥都拿出了杀手锏 但是观众并没有为他们的情怀买单 他们的人气排名靠后 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两部热剧和一首爆款歌曲在手 徐少阳的国民度和话题度不用多说 他在出舞台也带来了 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 整个演唱没有太多的瑕疵 但是观众并不感冒 只给了他47票 在所有哥哥中人气排名垫底 这个结果多多少少让人意想不到 蓝正龙和郑佳颖 一个演唱了《你要的爱》 一个演唱了《三寸天堂》 让人瞬间回到追剧的日子 可惜的是 两位哥哥的舞台状态都不是很理想 缺少自信心 节目中始终缺少存在感 最后人气排名只能垫后 作为一代人的青春偶像 徐良的作品曾火遍大街小巷 但转战幕后的他明显离圈子越来越远 人气也被汪苏龙和许松远远甩开 出舞台徐良演唱了代表作《坏女孩》 依旧是熟悉的味道 但是没有能够俘获大众评审的芳心 最后只拿到55票 人气排名第27名 披荆斩棘第三季出舞台排名出炉 整体来看跟我预想中差不多 但也有一些哥哥的排名让人不解 有的是排名过高 有的是排名过低 具体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林志颖以203票排在第一名 也是唯一一个喜爱度超过200的哥哥 这当然在预料之中 不用说 林志颖就相当于去年的苏友鹏 都是几代人的青春 从他出场就能看出来 全场起立鼓掌 应该没有第二个哥哥 有他们样的待遇了吧 紧随其后 胡彦斌以183票排在第二名 落后不多 没有让林志颖断层领先 不过说起胡彦斌也挺可惜的 这几年一直在天赐的声音当常驻嘉宾 咖位上不去下不来 现在居然也跟着一堆过气的艺人来参加披荆斩棘 多少有点自降咖位 王耀庆获得174票 第三名 有点虚高 陈楚生第四名 拿到了161票 作为0713男团的核心人物 排名还是比较靠前 合情合理 马博谦第五名 我就不想多说了 排名过高 典型的资源咖 但无论给多少资源 就是火不起来 而且他连30岁都没有 也不知道怎么上的这档节目 阿普第六名 也让我意想不到 属于歌红人不红系列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当然十分好听 可也不至于让他排到第六名吧 姓震撼回归 以另类的方式改编了一首 对你爱不完获得第七名 说惊艳也好 惊吓也罢 他都不可能翻红 这些年参加多少殷宗了 一点水花都没有 唱多定型了 博远跟马博谦一样 应该也是硬塞进来的 不过他稍微好点 起码30岁了 初舞台排名第八 偏高 路易第九名 曾经的国民小生 也是红遍大江南北的偶像演员 塑造了许多快智人口的角色 人气不低 不过初舞台演唱的 你快回来降掉太多 歌曲的意境全美了 这首歌还得听孙男 另外几个0713男团的成员 排名相差不大 张远第十名 于昊明第十二名 王月新第十四名 不高不低 比较合理 三个说唱歌手 蛋壳第十一名 宝石老旧第十七名 瘦子第二十名 重规重矩 不算特别靠后 在排名比较靠后的哥哥中 有几个哥哥的喜爱度多少 让我有点意外 比如徐良 仅仅获得了55票 排在第二十七名 这个名次就有点上不了台面了 好歹也是曾经的QQ音乐三巨头之一 如今人气流失严重 大概没希望出成团了 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徐少阳 仅仅获得了47票 排在最后一名 徐少阳可是曾经的顶流 多少女生不是说 做梦都是她吗 到了投票的时候 难道都忘了 也不知道这喜爱度 甚是弄虚作假 徐少阳再过气 也不至于垫底吧